从下星期晚上11点59分起 所有在政府指定设施以外 旅行居家通知的入境者 都必须佩戴电子监测器 那随着接下来入境我国的人数可能增加 移民与关卡局表示 新的电子监测器能让 监测旅行居家通知者的工作更有效率 来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 电子监测系统包括这个手环 信号接收器和Stay Home at Estri手机应用程序 主要采用全球定位系统和蓝牙信号 确保用户在住所范围内 器材不会收取个人资料 也不能录影录音 追踪数据将传送到当局后端系统 并确保数据受到保护 新措施涵盖包括本地公民 和永久居民在内的所有入境人士 12岁及以下的入境者则可豁免 我们目前以简信、视频和每两天的家访 来执行居家通知的检查 有了这个新的系统 我们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来应付受居家通知人士增加的挑战 而执法人员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 才进行检查 在个人住所旅行居家通知的入境者 在通关时就会收到这套器材 他们回到住所后 就必须采用手机应用程序 来启动这套器材 而在旅行居家通知的这段期间 如果他们离开住所或者是拆除这个手环 或者是阻断这个接收器的电源 那当局就会马上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 当局会在一天内通过家访或视讯方式 确保入境者妥当的安装设备 这个电子手环一旦带上的话就无法拆除 除非把它剪断 所以手环里有一个电路感应器 一旦它被剪断的话 电路的感应器就会被阻断 然后会发送信息给当局 当局将在所有海陆空关卡分发这套系统 新传媒新闻记者徐永森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